邓翠文、方立生、吴雨菲、GEM、许怀欣等艺人 近日受邀出席在香港举行的港台光辉岁月启动健康宝库 席间众人谈笑风生,场面十分温馨 说当心态和身体的平衡 身为艺人的吴雨菲坦言 平日里无论是发片还是录制唱片压力都很大 一旦工作空闲的时候 自己就会选择旅行作为输压的一个绝好途径 因此来化解工作中积累的重重压力与心结 其实我觉得平衡很重要 所以除了工作以外 我有时间的话很想去旅行 我觉得去旅游的时候心情会好 然后会开心一点点 所以对不用工作的时候尽量会休息一下 策田出席活动时禁止传媒教唆小学生 提问与他与曹哥打架的往事 对此小方为策田辩护道 策田平时对大家态度都很好 只是不太懂得应对传媒之道 相信这件事终究只是一场误会 策田并非有意说出这种话来 就是策田他是一个很好的好人 大家都知道我们对所有人都很好 但是可能是他出道到现在 可能遇到很多就是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是他跟媒体也有时候也很多误会啊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 他不是有心的 而且他真是一个人很好的一个人 所以我相信我们所有艺人都是一样 都要找一个方法 大家跟媒体朋友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处的知道吧